我們要看見他們 Asha,你怎麼看男粉絲追星 我覺得沒問題 沒有說一定是女性的專利 那男粉絲追男性呢 也沒問題 因為男性支持男性 女性支持女性 世界很完美、很好,想認識一下 那就對了,今天請來四位 都是男粉絲,全部都喜歡男性 我要見他們 歡迎 首先歡迎四位 跟我們介紹自己的名字 多少歲,追星追誰 資歷又如何,你先說好嗎 好,我叫阿摩,今年24歲 我已經喜歡這對偶像 差不多11、12年了 大家好,我叫神徒,今年22歲 你的名字也是神徒,也知道了 然後呢 大家好,我叫朱先生 我五十多歲 喜歡了MIRROR的李俊傑,兩年 我是Mazzy,今年20多歲 比較花心,追星的團也特別多 最喜歡的就是AB6 由他們限定團的時候 開始追星大約六年 那究竟為何會入坑 以及你們的男偶像 有甚麼吸引到你們 當年其實真的上學、放學 經過某大型嘉品店門口 每天看到他播放同一個音樂錄像 有點吸引力 然後被朋友聰明 一起看演唱會 看完之後 太可憐了 即是你本來還未了解 就先看了演唱會嗎 本來只是聽過音樂錄像 那個音樂錄像 對,然後隔了半年 又有另一個音樂錄像 那位嘉品店同一隊 然後開始有興趣 慢慢愛上他們 入坑主要是當時很流行的選秀節目 選秀節目是參賽者跟自己的年紀差不多 好 變成很欣賞他們 從而選擇了他們去追 好 我沒有留意香港樂壇很多年 有一年姜濤拿了一個 最受歡迎的男歌手 和最喜愛的歌曲 我有一個話題性 因為他是最年輕的獎項 我就八卦上網找的歌、影片去看 然後了解《全民造星1》 和《二》 然後發現李宗杰這位藝人 為何會由姜濤 然後喜歡MIRROR 接著就是Jeremy 從考古的過程中 我看到他有一個經歷 好像我職場上的經歷 很努力,不被人重視 身邊被公司當隱形人 然後會… 但MIRROR中誰不是 你好,對吧 如果這個原因不夠穩定 因為MIRROR中有很多人 有幾個的話,那為甚麼Jeremy 我開始留意到他 然後我發現他 《全民造星2》的表現 是令人眼神一亮的 好… 那我就多信服一點,好 爸爸,我為何喜歡MIRROR的原因 因為我最初看《全民造星》時 也不是覺得他太吸引 但到了2019年 看他的演唱會時 覺得他們在台上跳唱的魅力很好 而且Anson Lo的跳舞很厲害 很魷魚 再聽到他的歌曲 然後就開始深深愛上了Anson Lo 哪首歌令你最入客 《角落心》 好的 對 最初看《全民造星》接觸得到 不是很喜歡MIRROR 但又不會搶票去看他的演唱會 剛才我認識有個朋友 他臨時無法去,然後就給我 在裡面的男粉絲比例多嗎 實際上,我那隊算是吧 因為他本身有另一個名字 以前是因為經理人公司轉換的原因 改了名字 在舊經理人公司的那段期間 大概有三成都是男粉絲 但改了名字之後 男粉絲的比例就開始下降 有原因嗎 一來就沒有人知道他改了名字 通常都是留意KPOP圈的女粉絲為主 剛6月過的演唱會上 我一顆星直接在台上說 今天這場表演只有0.3%的男粉絲 入場而已 對,因為他看到我拍得我 便說起這件事 今天只有0.3%入場而已 男粉絲,叫來聽聽吧 這樣 只剩下兩百分 對 其他呢 最近看演唱會 男粉絲的比例真的少至有少 可能全排可以坐10個人 可能只有1個人是男粉絲 或者即使有男生進去也好 也可能陪著女朋友、老婆進去看 但其實男粉絲 你覺得會否因為太害羞出席 其實背後有很多 只不過這些活動不敢出席 也不會,我也糾結了很久 會否自己一個去看演唱會 但我覺得… 如果錯過了就會後悔 所以我已經豁出去看演唱會 即使自己一個男生… 原本你也會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太少男生去 找不到朋友陪你去看 但太喜歡,我不管那個尷尬 我才會去 另外兩位呢 我目測到MIRROR的男女比例是… 4對6 真的6對女粉絲 比較平均 而Anson Lo可能是2對8 兩男、8女 對… 其實我17歲的活動作比較少 在演唱會中 我看不到有多少男粉絲 可能只有我,或是只有1、2個 明白 其實年紀也很廣闊 20多、50多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些演唱會時 見過最大年紀的人是多少歲 好像最大也是我 也是你 明白 其他呢 如果計算性略 大約是三、四十歲左右 男粉絲是最盡量的 反而年紀大的男粉絲 很少追求男團 反而追求女團會比較多 對我來說 我看過男粉絲大概是40代 即是40至49 這段年齡層的男粉絲是有的 但再重新上去的 暫時在尚未見過 你怎樣看年紀較大的男粉絲 我覺得他們很豐富 至少到了近一年紀 可能已經在繁忙工作、家庭 但其實他們還有一個毅力、心 可以繼續追星 其實很值得尊重尊敬 感覺很青春 對 會否因為我們的錄影廠 今天有朱先生在這裡才這麼說 當然不是 因為我家人也有追星 好 所以我覺得那時有些少女心 少男心是一件好事 是 朱先生怎麼看 是否很年輕 我覺得我心境年輕 是 而且我覺得我們爺輝也會追星 只不過他追的是粵劇老官 是 大家追星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年紀大的人追星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件事 做到老、學到老 其實他追星這回事 代表著我顆星值得讓他喜歡 代表著他能夠吸引到不同的年齡層 就像別人會覺得 男粉絲是獨特的存在 老人家是獨特的存在嗎 我覺得是 因為喜歡一個偶像 始終不應該有性別 有年齡層之分 沒錯,我真的這麼想 作為粉絲也很想偶像留意自己 作為男粉絲追求偶像時 是否會讓女粉絲追求 有優勢比較多 當然 你也被人認得,然後再說一句話 其實韓文很有趣 有男性用語和女性用語 男生叫男生的話,必定會說香 或是香音 香音 對,這樣叫 如果在台下,當很多女生叫 這樣叫上台時 其實… 即是你會叫香音 對,香 這樣很低沉操控 就像喪音般爆出來 那是很好的 對,其實他一定能夠聽得到 對 我知道你來了 這樣 你叫這個時 有否有很多男生跟你一起叫 聲音 實正 你把聲音蓋住,因為他根本沒有 這樣說,男生反而比較害羞 即使在這裡看演唱會 也未必會喊 對,我這些算不知臭 我年紀大,發得不快 不過我的優勢就是… 例如我去過幾次電台門口 其實電台門口不是很容易 有很多人 我幾十人裡面唯一一個男士 這樣就比較顯眼 我應該也見過你,對吧 眼角度就有很多支持者 我見過你下車和你踏入牌 可能你也會找過來 對… 下次我們再相應一下 你呢 也挺大優勢 首先身高和體力上是兩回事 是 甚至最近聽了一場演唱會 那對男團真的很少男支持者 而且始終澳門的場館比較小 大聲是真的… 好像整個館都聽到 我大叫 他特意找我處理在哪裡 而且因為有些福利、拍手、大合照 他也很主動地去聊天 說我在台下看到你 很好 你是高音地叫 還是用他的方法去尋 口哮式地叫 特別是… 甚麼式話 口哮式… 要拿捏到 他們可能說話有停頓位 如果翻譯完沒翻譯 就趁那個位置大叫一句 好的 他們會來得到你 你們作為這個粉絲圈的稀好物種 你們覺得你們另外的其他優勢是甚麼 我覺得女粉絲有時候挺體貼的男粉絲 始終可能覺得很稀有 例如我買了一些專輯 抽不中成形的卡 他們會說要不我直接給你 要不看到你自己一個人應援 因為男粉絲做應援 其實很尷尬 但不敢為別人綁手 甚至可能… 他們真的知道自己一個人應援 可能會主動… 我幫你,一起參與 會主動去協助你 反而女粉絲不會排斥你 反而更想你參與 對 其他人 我可以說有時反而是劣勢 我會享受到的 因為某些粉絲可能… 你男人嗎 我不派給你,不要 會嗎 會的,其實是這麼說的 在韓國社會現今 是比較爭氣、同性戀這回事 有些粉絲會覺得 你作為一個男生 這麼喜歡這個男偶像 其實會否令外界以為 她是機 她的顆星 都是甚麼 所以… 這樣便會影響 她喜歡那個顆星 對,所以他們會有一種心態 你可否不要再出現 那麼突出 反而會有些排斥的現象出現 但不是極明顯的 例如演唱會上 例如演唱會上 因為我們會站在身邊 或是一群人好像在你身旁有真空圈 好像每個人都很擠涌 但你身邊有些空隙 有這種狀況出現 神徒呢 我試過第一次出現活動的時候 我當時不知道可以站椅 然後我沒有 身邊有個不懂的神徒 然後他借了一張椅給我坐 和站 也會給我一瓶水 他借了一張椅給你站 和坐,他自己用甚麼 我們輪流… 這是男粉絲還是女粉絲 女粉絲 而且有時候拿應援時 金主或派應援的女粉絲 看到我也會特別多給我一張 很好 即是阿牧的那類案件 在香港就看不到 沒有這些問題 是… 因為我覺得有些女生會很秘技 覺得為何有男生 是否想借同一群女生 打成一片 然後追求我,追求我的朋友 會否有這種心態 也會,甚至可能覺得你是一個情敵 因為大家都喜歡過男粉絲 情敵 對,搶我當兒子 對 還加了一重 他那邊歧視同性戀者 除了我兒子之外,你是同性戀者 就是這樣 沒錯,隨此之外 還有部分女性會認為 你是否假裝機式女生 對… 有這種心態出現 所以他們會比較避忌這回事 甚至想和我家會聯絡 不好意思 其實是他想太多了 我愛的人在台上,不是你 對 剛才我也有問過 你覺得男生普遍來說 追星時是否儘量低調就好 還是你一開始追星也是低調 慢慢培養這種放膽、大膽 愛是最大權利的感覺 喜歡也不敢說出來 只是喜歡女團 男團是可以完全跳過的 都是自己默默地喜歡 但發覺有些東西錯過了就錯過了 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已經放膽去追星 不再想其他東西 他們四位上來 也是比對撞當中低調的高調 我覺得毛很高調 也希望藝人認得去 還可以提出他 對,這樣說吧 我算是高調之中的高調 因為一來 男性本身已經是高調 不能夠低調 二來我常會其裝異服 是嗎 何謂其裝異服 就是把一些印門字眼的樣子 披在身上 放在頭上 放在印門物上 總之想他看到我 對,還要像擦黑中的螢火蟲 是反光的,白色的 當你打燈一下來 一定能看到 因為我覺得人生匆匆數十載 必須做自己喜歡的事 我們俗稱為YOLO 朱先生呢 我由高調變低調,又變高調 不是 為甚麼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 我喜歡的人 我畢竟讓全世界知道 我又會報社交平台、社交平台 連同事也知道 好的 然後他們看到 有時收到一些 MIRROR的印門物 便會給我 好的 因為全公司都知道 好的 為何後會低調呢 就是要請假去追星 我又不可以讓公司知道 我請假去追星 對… 所以又低調 對 那最高調是甚麼 最高調是… 你去印印門的時間 多了一些人去拿我的印門 認識我 現在公司知道嗎 應該也不知道 因為我的號碼的訊息 我已經轉了頭像 不跟任何後像事 會否是你追星時 你都要選擇跟甚麼人說 公司人就不說了 最好跟最熟悉的人說 對… 比較穩妥 最重要是請假 如果無緣無故那天是病假時 其實公司的老闆知道 原來Jeremy出席甚麼活動 我們就慘了 你又扮成病 還有可能朋友結婚 遇到你那天的演唱會 那你怎麼選擇 對… 你要這樣選擇 如果朋友結婚遇到 就一定可以去朋友結婚 很難說的 因為結婚沒有第二次 影響會有第二次 也不是的 張男團,你們覺得 有尷尬的時刻嗎 有 好,來吧 說甚麼 因為他們現在還會有 有那些視頻的電視 以為自己在這裡見慣見熟 見真人 電話聊天應該沒甚麼 也是面對話 即是真的跟她面對話嗎 對 但以為隔著螢幕 可以甚麼都說 誰知道 尷尬的口罩無言 好像網絡很差 對… 甚麼都…明明已經寫好稿 你也會說韓文? 對 明白 本來寫好這份稿 完全是無法寫出來的 覺得有點羞恥 因為見偶像時太緊張了嗎 對,而且始終屬於自己的職場 但平時演唱會是一群人 對… 你那個… 接觸很私人 其實感覺很接近 對 反而是太接近了 如果有機會跟他吃一頓飯 你豈不是糟糕了嗎 反而不會,但… 你不知道 我覺得他還不出席 你以為職場也沒事吧 誰知道去到時的派遣 他突然說,你真的要跟我吃飯嗎 我也是去廁所 始終跟吃飯不同 吃飯可以在很空曠的地方 很多人看著 但聊電話是一種私人的空間 我覺得你先想 我也覺得我不夠了 有機會才算 因為我看過… 因為我追過聖的 接下來也會追聖的 我是買VIP,可以看 又不是職位和職位 但看他的聲音 我哭了,他甚麼都沒做 我只知道默默地流淚 但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我有個朋友,其中一個偶像 就是某人 有一頓飯局 他不知道那個偶像會出現 出現時,他也以為自己很可憐 你不會表現到… 你不會這樣 那位朋友帶來的 但他說他一邊吃飯 一邊吃飯,一邊吃飯 真的像筷子震 夾個小籠包、小籠包震… 真的會這樣 我以為自己是… 我沒事… 對… 但其實不是 其他呢 尷尬 我試過最尷尬的是去演唱會 韓國演唱會很有趣 因為官方知道女粉絲比較多 所以他會封了男廁 當女廁用 對,這個時候要去廁所 要問工作人員要去哪一道廁所 看當日場館怎麼決定 有時便會帶你進後台 在後台一起去廁所 進後台去廁所 這件事也尷尬要大托人 對… 亦有一種就是… 我想問男生怎樣去廁所 我便問他,照牌吧,排男廁 我說有很多女生 進去吧,沒關係 反正是獨立自隔 對,你不能去廁所 但那群女生在排隊 會覺得很奇怪 對 對,那時真的尷尬得 像現在這樣套上的頭盔 對 這麼可憐? 對 像剛才壓片一樣 壓片也沒用,你也要扔掉 不是,其他 我尷尬的時候 有時拿著Anson Lo的小… 無形容的公仔 然後跟他打卡的時候 旁邊有些圖人會真的看著我 然後會懷疑我是否有機器 然後聽到之後 其實心裡有點不舒服 但那時便會覺得… 不用管別人,喜歡… 你應該很驕傲地喜歡 對… 朱先生呢 我的尷尬過了 我尷尬剛入坑的時候 出席活動 你知道很多朋友都逼了一堆 有個叔叔逼過來 其實身邊的女士都會 投影比較奇怪的目光 但目光不會發聲 可能不會當著外面發聲 背後發聲 但你用了多久的時間 戰勝了這個尷尬 我只是說你死定了 我在電台門口 出席活動 大家多打幾次招呼 而且有時有TG Group 在TG Group主動點,多留點言 這也是一個很積極的支持者 即是要打動其他支持者 你讓我喜歡的Jeremy 可以這樣說… 好